保卫国家的意愿 当然我们看到民进党 或者是其他绿营的职责是很高的 国民党是比较 国民党或民众党比较偏低的 可是主流的民意 就我们的总体来看 台湾民众愿意保卫国家的意愿也是高的 师范大学正言所教授范世平 简单扼要解释民调结果 中华亚太基因交流协会 在今年的五月份进行调查 访问1073位的成年人 其中针对总统蔡英文两岸论述的部分 结果显示 有近五成的民众感到满意 近三成的人表示不满意 而另外也有近五成的人 对蔡英文未来两岸关系有信心 没信心的人有近四成 而接受调查的民众不分党派 有近七成的民众都支持恢复两岸往来 不管是任何一个政党 对于两岸逐步开放交流支持度 都是相对的高的 未来两岸之间发生的任何的这种 冲突其实会把这样的支持度 都表现出这种支持度是有可能会下降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思考说两岸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 还是有可能往好的方向前进 两岸议题伴随着疫情搅局 总统蔡英文520当天 在脸书上表达台湾再度缺席WHA的感想 显见台湾目前社会氛围 没有欢天喜地的条件 由于台海近期频繁扰动 引发社会关注 而这份调查报告也带出了目前国人心中 对台海情势的解释越来越清晰 人机卫视张运城正人中台北采访报道